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跟各位分享 奇策挑戰最後一關 天下無雙的主隊建議 那這次的挑戰比起前兩關來說 難度真的提升不少 而且打起來感覺必要的角色又更多了 然後今天給的弱點老實說也真的可有可無 對武將的權力被治癒率提升5% 這個效果只要沒帶奶媽就完全沒有用 所以有給跟沒給是一樣的道理 那今天我會建議大家把隊伍構成仔細聽一下 因為這個關卡呂布的傷害很高 而且有諸葛亮跟郭佳這兩隻很噁心的控場角色 所以我們這個隊伍一定要有一隻能壓制住他們的角色 那面對男性隊伍最適合的人選就是貂蟬 我們必須依賴貂蟬的魅惑去控制對方的男性角色 只要沒控好對手基本上就會把我們一波帶走 最潛能方面第一排我會建議帶上振奮來提升減傷 讓貂蟬的存活能力可以更高一些 如果坦得住傷害要選擇2的反彈或是3的增傷也OK 然後第二排首選是無蟹 就一樣是來增加貂蟬的坦度 坦得住就改成童星 那第三排我們貂蟬是放在前排來扛傷害 可以選挨打回怒75點 至於最後一排扛不住就選1的抵抗 扛得住就選3的強攻 這方面我唯一建議戰役撥發 這個關卡的勝敗 全看貂蟬的魅惑次數與成功機率 所以能增加怒氣值的戰役撥發是唯一選擇 接下來第二隻角色我會建議選夢霍 這是帶上夢霍 我們要的並不是怒攻給的降低最終減傷 而是需要4個3星開啟的降低最終傷害 因為這個關卡真的太痛 沒有這個減傷很難撐到第9回合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5星被動 這還可以讓貂蟬更容易魅惑到對手 增加獲勝的可能性 要放夢霍建議一定要5星 效果會比4星強上許多 前程方面第一排我會建議2或3都可以 然後第二排選2的同心 第三排選挨打回怒氣15點 最後一排選強攻來增加暴擊傷害 在紅方面建議選弱點突襲來拚傷害 接下來第三隻角色我會建議選曹操 但用曹操一樣是因為他的怒攻很優秀 可以降低全體對手的攻擊與防禦 並且讓最終增傷跟最終減傷各下降5% 最多可以累積3成達到15% 但我們被打的傷害就會降低不容易滅團 然後增傷可以盡早結束戰鬥以免翻車 前程方面第一排我會建議2或3都可以 然後第二排選擇2的同心 第三排選挨打回怒氣15點 最後一排選強攻來增加暴擊傷害 戰鬥方面建議選弱點突襲來拚傷害 接下來第四隻角色我會建議選劉備 我們需要和怒攻的冰封效果 來讓對手無法使用怒氣攻擊 不然對面的角色每隻都用噁心 劉備只要成功一次 我們的勝算就能提升一些 所以哪怕只有輸我們也一定要賭 前程方面第一排我會建議選擇限陣來拚傷害 然後第二排選2的同心 第三排選普攻回怒100點 最後一排選強攻來增加暴擊傷害 最後一排選弱點突襲來拚傷害 接下來第五隻角色我會選呂布 因為他有傷害加成 所以我們需要和怒攻打出高的傷害 然後我們帶上貂蟬 對觸發的羈絆可以讓呂布增加傷害 像我給的分擔跟回血 也能讓呂布的續戰力提升 顯能方面爆裂或強擊都OK 反正第一個就是賭運氣 但全程都有效果 二就是穩定 但50%以後就沒效 要穩定就拿強擊 真的要拚名次就拿爆裂 然後第二排一定建議選3的強擊來增加暴擊傷害 第三排選有方普通攻擊增加25點怒氣 第四排選猛擊就好 這一輪比較沒有辦法選擇2來慢慢提升傷害 至於課長的話就可以考慮選擇2 但後方面建議選擇弱點突襲來拚傷害 最後一隻角色我會建議帶上袁紹 袁紹一直是提撤挑戰中傷害增加最有感的男人 但這次我們更需要的是他的五星被動 怒氣攻擊回怒200點這個效果 來到我們的劉沛能多發動幾次怒攻 那有辦法開火的話就建議直接覺醒吧 彈火雖然怒氣降低成150 但範圍變成全體 這個效果真的很噁心 前任方面第一排我已經選擇限陣來拚傷害 然後第二排選擇2的童星 第三排選擇普通攻擊回怒100點 最後一排選強攻來增加暴擊傷害 彈火方面選擇弱點突襲來拚傷害即可 那戰鬥院方面就照畫面中這樣去設定即可 1號放夢霍可以立刻發動他的五星被動 讓接下來的隊友怒攻狀態命中率上升 然後2號位放貂蟬主要是用來扛呂布的傷害 並且越早使用魅惑就能越早降低對手的威脅性 3號位的曹操放在這邊就可以開始降低對手的攻防 因為4號位放劉沛就能享受到前面給予的降防效果 讓傷害開始變高 然後呂布的用意同上 最後第6位才放袁紹 是因為我們這次要的是怒攻次數而不是傷害 所以必須等前面的角色都放完怒攻之後 才讓袁紹來幫他們補充怒氣 至於角色替補方面有兩個人選 不想要使用夢霍的話 第一位是可以考慮使用國家的 但請務必有三星在上場 因為三星附加的怒攻麻痺效果 可以讓對手兩回合無法行動 這個效果十分噁心 那如果只有一星就帶上場 效果永遠不如夢霍 接下來劉沛的部分 可以考慮使用黃月英 他的怒攻有50%的距離會束縛對手 降低30%獲得怒氣 一樣能達到控怒的效果 但這方面跟劉沛比起來還是有差距的 不過傷害方面會比劉沛出色 接下來神兵的部分 第一把唯一建議洪荒祭士狐 我一直強調這個關卡的傷害很高 大部分玩家應該都很難撐過第一回合 就必須立刻用葫蘆來拉高血量 所以務必把葫蘆放在第一順位 接下來二號會放靈燈 就只是因為我們有其他更好的神兵而已 有能力的玩家請選擇星庭猴刀 或是前天選靈散這種可以控錄的神兵 課長的話 當然不多說合適幣直接開下去就對了 至於第三把我們也要選擇攝日弓 像我之前就有說過開局放色日弓 那個怒弓還沒累積起來的時候 額外次數會很少 所以效果並不高 那如果你是課長想要搶傷害 放第一把也可以 但一般玩家就建議放第三把 因為我目前測試下來 放第一把傷害都沒有比較高 那接下來昨天有部分觀眾留言說 希望我能放上實測片段 這樣比較有說服力 所以這邊我會放上一段一包未減的實戰 提供給大家參考 但我必須說 這個陣容上下限差距很大 我自己實際測出來是一億千多萬 當然應該可以挑戰更高的數字 但出現過億的場次其實很少 咖啡蛋 鑿著的那些可以挑戰更高的 相信大家可以挑戰更高的 我準確可以挑戰更高的 我相信大家就不擅長 這是一個月的要求 就是一位 我相信你們的要求 你能夠用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們的要求 你 Slim 是 你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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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的内容 希望帮助到大家 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有空的话我也会继续尝试其他组合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 请帮我订阅、按赞还有留言 这些对我来说真的都是非常大的努力 我是姬特,我们下部影片见,拜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